接近中午12点 柯文哲不出家门 走在检察官前头的他又被讹来 先是举起双手 清除动线 更等媒体就定位 好 不要讲话 暂停 安静 要大家安静 住家被剪掉 大动作搜索4.5小时 柯文哲有话说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 办公室 还有中央党部 也都被搜索 当然我非常坦荡 我知道我没有问题 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 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 要做这个动作 只是按往例已被列为被告的柯主席 其实不能公开发言 看看戴着黑框眼镜的检察官张长志 阻止柯文哲但却被怨怼回去 先上车好吧 眼见柯文哲不听劝 号称北检天下第一组的主任检察官张震宇 卡了进来再度要求柯文哲请上车 但也再度被拒绝 检察官无奈只能看着柯文哲发表谈话 怒向执政当局 柯文哲火气不少 讲完响讲的随即被检联等人 带上车准备回连政署 只是现场一环混乱 柯文哲一度找不到妻子 陈佩琪 在检调协助4 陈佩琪以证人身份 跟着被带回京华城案 调查进入深水区 TVBS新闻董路俊邱婉柔 台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